六十年代一个普通日子里 廖承志和他的家人坐在路边的一条长凳上 摄影师捕捉下了这一温馨而珍贵的瞬间 镜头里的画面仿佛被时间凝固成为永恒 坐在中间的是廖承志的母亲 伟大的女性和湘宁 他竹了一根拐杖 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衣 虽已年过八旬 但满头银发却让他看起来依然精神局朔 充满力量 那种岁月的沉淀和从容的气质 让人不禁为之动物